正在查房的医生叫唐紫仁 是北京朝阳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医生组的队长 也是一名民间会员 自1月27号 随团从北京来到武汉 他已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 我也得跟患者进行这种交流 他的生命体征 病情变化 用药情况 甚至饮食情况 他的情绪的稳定程度 我们打电话都要传递出去 但是你这传递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你带上几层口罩之后 带上防护肤之后 你得几乎用尽全力 你得喊 外面才能听得见 所以你跟患者交流的时候 你也得使劲地跟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武汉的方言 如果他说快的时候 我确实听不懂 确实听不懂 在现在我的武汉 武汉的方言的程度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武汉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北京等地纷纷派出医疗团队前往支援 曾在2003年参与抗击非典新兴肺炎 有过玉树地震和海地地震医疗救援经验的唐子 第一时间向医院报名 持援武汉 在唐子人看来 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比非典强 但如今中国医疗队在应对疫情的能力上 也较17年前有了明显提升 他说此次战役 大家的方向很明确 对于确诊患者集中收治 早收早治提高治疗针对性 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因为我们所有收治的病人 都是由武汉抗疫指挥部统一安排的 在最初我们感觉到 有重症有很轻的患者 相对比较轻的患者 但是很快就进行调整了 我觉得是整体的战略 发生改变了 因为邪科医院西区被指定为 重症和微重症的收治点 所以我们的轻症病人很快出院 另外的转走 转走了一大批 转走了一大批之后 主要我们在这工作的 这个时间里头 收治的都是重症和微重症 唐子人说 相较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 如今无论是医疗还是信息技术 都变得比以前更发达 但对于奋战一线的医务人员来说 没有改变的是对病人的关心 信息现在已经很发达了 在非典之前我们只能发文字的短信 现在各种的多媒体 甚至每天可以跟加来视频 但是这种传递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只有通过医护人员是最直接的 当时因为没有水果 所以我就带领我的这些队员们 我们自己掏钱给患者一人买了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虽然说它不值钱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想传达一种情感 第一是平平安 第二来讲你需要什么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办到 2003年抗击非典时 唐子人只有33岁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他坦言 自己的体力早不能和当年相比 但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他相信只要万中一心 就没有渡不过的难关